今天跟大家報告 今天的案例 有37例的本土的案例 那境外移入總有46例 那陸地採檢15例 居家檢疫採檢31例 那整個比較 讓人家比較擔心的 大概這本土的案例37例 只有11例是陰轉陽 那其他還有26例 是有兩個 兩三個群聚 那需要我們特別注意 那這裡面大概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大概就是 在新北 那一家家聯公司 那裡面有今天早上 跟昨天大家就知道有一個案例 那總共 那雖然那個沒有列案號 那今天 當然就列入了案號 那新北也非常辛苦 雖然也漏夜了 採檢 那總共現在驗出的是有15位 15位的陽性的個案 當然都是 新匡列陽的 那15例裡面 有一例是本土 本土的案例 那因為該家公司 在新北 今天驗出來15例 當然都在新北 包括桃園又有另外一個廠房 有另外廠房 那所以在桃園這邊 也 把該廠的人員 也列入 約列大概450名要來採檢 那這裡面大概在裡面有一個 跨縣市的 大家有看到是從一個跨縣市的 那主要的有它的足跡 大概有高雄 有屏東 那有新北 那這是一家人 親戚朋友的關係 那一對老夫婦 下面有5位的女兒 那其中有這個 大姐 三姐 四姐 這三家人有染疫 那 那足跡有在家裡 在高雄的家裡的 一個聚餐 等新年的一個團聚 那中間也有到2月4號5號 2月4號3 2月4號5號 有這個在苗栗的一個旅遊 那這個家庭裡面總共有6位 有6位是染疫 那整體當然還要繼續在調查 那這個案子我們也認為就是說 雖然沒有像剛才講說 這個移工是武力這麼多 可是相對的 他一個是擴的比較多 那移工的是很集中 移工當然擔心這樣的一個群聚 那剛才講這個跨縣市的案例 就怕它足跡很廣泛 那影響的層面可能也會比較多 我相關的疫調都在進行中 我相關的疫調都在進行中